我們不能阻止香港人熱愛的聖誕節 但是唯一的破壞者是誰 就是警察 就是林鄭月娥 所以到最後 雖然粗口你們忍受下 但是我今天將這個笑話我做節目講過 我亦都在節目講過 又說粗口 亦都受得起的 接著亦都變相了 在漫畫節目亦都講過 來到這次我變相第三次講 那有沒有人幫我們咳咳咳那些很搞笑的 你幫我不用咳咳了 你說那麼多廢話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我們正式講這個 聖誕節是普天同慶的 但是有些人阻止我們普天同慶 唯有以一個家庭做的事情做中結 那很簡單 我呢很討厭警察警察警察 討厭警察討厭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知道現在警察對我們香港傷害幾大 尤其是昨晚的平安夜 是不是呢 根本上就不讓我們過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所以我很生氣 我回去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說 為什麼這麼生氣 什麼不生氣 難得 有個平安夜出去吃聖誕大餐 出去看燈飾 他破壞了我 你這麼討厭不要緊 今晚呢 我們呢 喜歡可以在廚房 可以在床 那我們做人 做到人之後 你生了個兒子 你就叫兒子做警察 以後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這麼討厭他 你就打他 對不對 你不是專門打警察 所以今晚我們開心點 是不是呢 那以後呢 你就一見到警察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他 喂 好殘忍喔老婆 打個兒子 他叫警察而已 是不是呢 那我討厭警察 我改個名字叫警察 我打他發洩 不對的 小孩子沒有罪的 改了個名字而已 那有另外一個的嘛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不打警察 不要緊的 你罵警察的老母的嘛 哈哈哈哈 這樣都行啊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溫馨的笑話來的 那我可以剪掉它 不是 OK 但我覺得你這樣都行啊 其實呢 我今天第二次講而已 之前呢 我就講了另外一個 不過呢 就是講了慢慢談 我將警察的名字 改了幾個王 叫做風雷而已 那都是這樣的啦 哈哈 明天漫話又講多次人 嘩好悶啊 大哥 這個東西 但是真的好笑的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OK 在這個 總之不合理 但是怎麼會叫兒子 改個名字 做警察呢 這個真的有問題 他講警察 這個名字 他改做警察 不是 他改做警察有個名字 其實講來講 就是老婆說 其實呢 跟老公應該是很恩愛的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都可以 就是呢 有老婆在旁邊 去陪你 其實這個 這個笑話雖然粗口 但是實際的意義很深 是不是呢 一個很有愛的愛情故事 剛才有個網友問我 Janus 李蝶是什麼意粉 我不知道什麼意粉 是呀 所以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真真正正 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